感谢主 这个把我们早上宝贝的时间 再分别出来 进到神宝贝的话语里面 今天我们是进到 这个去年冬季训练的 这个捷经读经 第三周 那我们这个可以回顾一下 这个我们前几周的 前两周的这个内容 那第一周呢 我们就知道是讲到 神在人历史中的行动 就是讲到神的行动 要完成神永远的经文 那上一个周呢 就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贝鲁 归回之后到美帝里面 怎么过这个生活 还有六个重要的方面 这个都是 我们也是预表 我们今天在造会生活 应该要这个极重要的方面 那接下来这四周啊 三四五六 他就进到了这个 以色拉记 那七八九十就讲到这个 离西米记了 这个以色拉记啊 他是接续着这个 历来自下最后的地方 那今天这一周是讲到 神重建神的坛 那之后讲到 重建神的殿 那他会讲的第五周 讲到以色拉这个人 那最后呢 他第二次的飞回啊 就是接近 贝鲁斯人的内在意义 所以 今天我们就进到这个 第三周 他是非常 虽然这篇幅比较短了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了 那我们把这个标题 先来一起读一下 好吧 重建神的坛 好 那我先把这个 这几个大点呢 我先来读一次 有五个大点 我们先都来读一次 来 第一大点 都起来 第四 过常时不断知传记的中国 也不是成为活祭 阿们 第五 我们需要以基督做传记 拜父神 神得满足 祝祂的愿望 阿妹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过一遍 那今天我们先进到 早上先进到这个 他所用到的这些经节 那他这边重点 这个其实以色列 他们这个被掳70年之后 在巴比云归回到 这个美帝 耶路撒冷 其实人数并不多 大概只有4万2千多人 其实不多 但是这些人被归回的人 他们主要的这个归回的目的 在神的心意里面 是要为了建造神的殿 那当然就是神的家了 当然在这个建造神的殿之前 这个立位就是讲到 要先建造神的坛 这坛是非常重要 坛是为了什么呢 坛是为了要敬拜神 那将我们这个一切的所事 所有啊都为了神的这个定制 能够献给神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这个人啊 没有先完全的奉献给神 转向他 把一切的所有 给奉献上去 是没有办法建造神的殿的 所以他这个建造神的坛啊 是在建造神的殿之前 必须要做的一项 那是一个基础 那这个坛啊 特别是指到重点是这个 梵祭坛 梵祭我们其实等一下会讲到 那他用的经济很多 你看像他立位祭里面就讲到这个 立位祭讲到 要献梵祭 还有用到 旧约就讲到用这些动物嘛 祭生 还有讲到用牛 为梵祭 然后之后呢 还有讲到用羊 这边讲到 一章十节 是以羊为梵祭 所以有牛 有羊 那之后呢 还有以鸟为梵祭 班鸠 楚歌 主要就是用这三种的这个动物啊 用来这个当成祭物 来献梵祭 献给神 这是旧约的一个 这个预表了 他们的这个一个样式啊 那在 这个到了立位祭的 到了这个 还有他一个条例啊 这立位祭六章开始 他就说凡祭的条例是这样 献凡祭的时候呢 在坛上的 的焚烧醋 整夜 然后只烧到早晨 坛上的火药 一直的烧着 不可熄灭 这是献凡祭的一个条例 不可熄灭 一直不断的烧 那之后在民宿祭呢 他就讲到 这个吩咐以色列人啊 献给我的贡物啊 做乙爽的香气之火祭 所以这献的祭啊 就是当做一个乙爽的香气之火祭 那火祭其实就是这个烦祭 英文就是burn and orphan 这个火祭就是烦祭 还当做食物 要献给神 所以要谨慎 要在锁定的日期啊 献给神 那接下来就见到这个 这个这一篇的主题了 然后这个才是用到以色拉记啊 第一章 二三节 这是接续到之前这个 历代之下 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 还是完全重复的 当时这个 欧射王古列啊 他说 前下的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 又祖父我在犹大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 那所以 我们中间做他子民的啊 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 建造耶路撒冷 这些法 以色列神的殿 愿使 这人 的神 与他们同战 所以他们这些 当时不就是这犹大跟变亚敏 这个支派的人啊 还有一个祭司 立威人 就这些人呢 四万多人 其实是一个很少数的 他们就 归回 到耶路撒冷 然后能够一起来建造 耶和华的殿 所以这就是 本篇的出处 就是这里了 主题 他当初呢 要进到这个三章二节 特别讲到这个 耶稣亚 他是代表这个 祭司的职份 还有这个 所罗巴伯是 君王的职份 他们都起来 建造 以色列 神的坛 那就是 这个 刚刚第一大点 就从这里出处 在这里 要造的什么 神人摩西律法 上上所写的 不是造人的 自己的意思 非常重要 一定要造神人摩西 律法书上所写的 那当然就是神的话 神的律法 神的准则 在这坛上 献 凡祭 这是最重要的点 就是献这个 在坛上献祭 是献凡祭 阿们 当初他们开始 献祭的时候 是从 那个第一年 他们归回的时候 从西月开始 他们就向 耶和华 献团体 然后隔年的二月 大概就半年后 他们就开始 建造殿 感谢 他这么又用到 这个诗篇 当初这些 被掳的这些诗人 他们所写的 我就到神的祭坛 到最喜乐的神那里 所以就祭坛 这个是非常 在他们这些 被掳归回的人里面 是何等的重要 那到新约里面 你就看到了 用到以后所书五章二节 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基督自己就成为 那个新乡的贡物 为我们舍了自己 他是做贡物 和地物献给神 对 所以你看旧约是用什么 刚刚讲的 牛羊还有鸟 这是一个预表 在新约 基督自己本身 因为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 他把他自己 当成这个祭物 献给神 而成为这个新乡之喜 当然就成为 这个可以 满足这个父神 完全满足父神 因为他是完全 为了神 在地上生活 那我们这一边 就用罗马书 舍上一节 我们都非常清楚的 弟兄们 接着神的 连续签领 要把身体献上 身体献上 等下 这边会讲到 就是把我们的一切 所事 所有 完全的 贡献上去 这就是身体献上 当做 善别并讨成 喜悦的活祭 这是你们 合理的侍奉 这当成这个活祭 在新约里面 我们是 当然是等下会讲 借着这个十字架 借着死 借到复活里面 我们就成为这个活祭 而且这活祭是 边田的 实实的 这是我们一个合理的侍奉 我们将我们的所有所事献上 在神面前是一个合理的侍奉 是不多不少 感谢主 就是他用了这些经文 等一下 录录续续还会再提到 那我再过一遍 他这个第一个就讲到 第一大点主要是讲到这个建造神的坛 而且这个坛是要 献什么 献凡祭 第二大点 就是讲到这个凡祭的意义 然后献凡祭的对象 是像什么 像耶和华 神来献 这凡祭其实就是表证对神 对着神 绝对 为着神的满足 他还讲到十五 等一下这个细节 我们都还会再过一遍 第三的话就讲到 他的一个地位 在立位祭里面 有讲到五个祭 翻祭 数祭 数罪祭 数全祭 还有平安祭 但是呢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 首先是 翻祭 所以我们这边 首先需要基督做翻祭 这翻祭就是基督 第四第五的话 就讲到我们实际上的经历 我们要天天长使不断 过这样什么 过先翻祭的生活 那 结果是什么 很重要 我们就成为这个活祭 这是一个合理的事奉 都是我们经历 跟实际的应用 那最后一大点就是 我们需要以什么 以基督做翻祭 做翻祭的时候 我们就 就在这个真实里 实际里面 我们这样子来敬拜 父神的时候呢 神才能得着真正的满足 成就神的愿望 这就是 今天这五个大点的 这个主要的 这个内在的意义 好不好我们花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自己把这五个大点 自己到这个导音 给讲过一下 阿妹 阿妹 是 看起来 我记得 我记得 以色列神的谈 做神的摩西 立法师 在立法师上 所写的 那谈上 向反祭 他们 就传一 和基督的 实施 反祭 在立位 基石 先实了 他们向 耶和华 向反祭 而是反祭 或诚实 不断 在立位 基督的生活 就是成为 活祭 而是反祭 必须要以基督 做反祭 经把父神 使神得满足 救祂的愿望 所以基督 做反祭 经把父神 使神得满足 成就 他的要望 好 那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先 现在就进到 第一大点 这个 就是 第一大点 其实就是 以色列的三章 二节的下半部 你们都起来 就是这些 归回的人 都起来 建造 建造是一个 重建 因为是一个 归附 以色列 神的谈 到神人 摩西律法上 所写的 在谈上 献凡祭 最重要的重点 在于献凡祭 那第一 第一重点 来 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为着 恢复神的家 我们需要 恢复 祭坎 刚刚其实 我们之前 前面的读经 我们也稍微提过 因为 恢复神的家 其实神的家 就是神的殿 那当然是 神的居所 那神的目标 是要这些 恢复的人 在这个美地上 要来 建造神的殿 就是神的家 这是一个 恢复 还是讲到重建 我们第一个要做 就要恢复 祭坛 这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人 归回的人 要完全 为着 神 在这边生活 把这个 全人 所事 所有 所做的 都是要先来 归给神 那所以 就需要 这个祭坛 那所以 第一小点 我来读 为着 造会生活 第一件 该被恢复的 就是祭坛 这个重点 就在第一件 非常重要 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的 首先第一件 都是 这个一个 一个开始 开始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今天 预表到今天 造会生活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 其实你看 罗马书12章一节 在 在罗马书12章 是一个分段 他是讲到这个 实行 身体生活 的开始 就是从社章开始 你看我们 过造会生活 一个 这个身体生活 第一件 要做事情 不是别的 这个 乃至把我们的 身体献上 就是我们的 所有琐事 都先献上 你这个没有献上的话 这个 其他事情 都没有办法 这个能够 在神的心意里面 遇生 因为这个人 要完全全线上 他成为这个 讨神喜悦 圣兵 果祭 这才能够 真正 过一个身体的生活 那所以 还利用到 罗马书12章四节 那所以呢 第一 A点 我们要过造会生活 必须 先把一切 摆在坛上 刚刚这四天 都讲的 最喜乐 就是那里 所以这个 必须 先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必须 把我们一切 这个 所事 所有 所事 所能 都放在坛上 使神得着满足 这是造会生活的起始 这其实 非常重要 你看旧约的那个会幕 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放在 这个门口的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 祭坛 所以这个祭坛 我们一定要先 开始 这个才能够 进到这个会幕里面 所以造会生活的起始 就是这个 这个祭坛 特别是讲到 凡祭坛 可是这里有一个 问题在这里 第二小点 我们一起读一下 问题 你在于我们 子中 巴比伦 他在 耶路撒冷 为估许 人有 神利益保留 众中心 不可能为神的利益 和神的满足将一切 现在谈上 这是一个问题 你看他们在那边七十年 七十年已经才过两三代至少 他的文化语言都已经被他们构成 你要再把他们归回到这个 耶路撒冷 美帝 在这边重新有一个建造 非常不容易 所以你看回来的人不多说四万两千多人 这些人其实都是 这个不是神的祭司的 利卫人 还有那个犹大 他们都是与这个神的建造 有关的人 被归回 但是当然是照着神的这个使用 那归回这些人 他们一定要对神的这个经文 那旨意是非常的清楚 要不然你去那边干什么 你到这个耶路撒冷 北地里面就重新有一个建造 你过的生活 或者你所想的 你所做的 还是跟着以前 在巴比伦那边 被祖的那个地方 是那边所做的 所过的生活 还是一样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且是 这个在神眼里面 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这些东西呢 一定要被放在坛上 就是烧掉 那这个 让这个人呢 是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的 完全是为着神 然后为着神的权益 为着神的满足 然后呢 才能够与神是一 进到这个真实的建造里面 所以这一点是 非常说真的就是有一个问题 非常见到 所以这些人 就进到这个建造里面 他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 他们归回是为了什么目的 那这A小姐讲到 我们绝不能归回耶路撒冷 而我们的生活 去巴比伦的那一套 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世界上 进到造会生活一样 我们还是过着以前 在世界上放荡的那种 样式 那是绝对不能 在这个造会里面 有真实的建造 所以在耶路撒冷的生活 地区是绝对为着主的利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第二大第二终点就讲到 好我们来读一下 凡祭坛玉表 基督的十字架 这个凡祭坛 不是一般的十字架 是基督的十字架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他就出的出埃及记 然后这个祭坛是要用什么 赵家墓做坛 这蛮大的 四方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 我们知道这赵家墓 是预表基督的人性 那他那个凡祭坛 其实是用红包着的 同是预表神的审判 这就是预表这个赵家墓 这个基督的人 受了神的审判 为了我们的罪 这就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 所以这个凡祭坛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 那第一小点我们弟兄来读 在神的经纶里 能给我们一个人为基督 所预表道路十字架 那太好了 这个神的经纶 神已经在创始以前 就我们预备好了 在神的经纶里面 神给我们预备一个人为基督 一条道路十字架 这个经纶是出自预表的 因为我一臣 保罗已经定了主义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基督就是这位人为 神为我们预备的 并这位并十字架的 就是这条道路 一个是耶稣基督人为 一个是十字架 一条道路 除了这两个之外 神的经纶里面 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来 那个完成神的这个定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小点 十字架是在神 他经纶中 作为的中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他这边有很多 这个作为什么 为了他这个把罪 给给那个 这个解决了 律法 十两 他也把律法 也解决了 那这个还有 神的恩 也这个十字架 也让我们能够白白的得作 然后这个 还脱离了律法的咒诅 接着这个基督的 钉十字架 然后呢 他这还有 还有什么 肉体的邪情之语 肉体也钉了十字架 之后还有什么 这个加拿大这一张诗 我们都很熟了 这个基督 也已经钉了 世界 世界 世界也已经钉了十字架 你看这些各个方面 这就是十字架 在他神经纶中 作为的中心 刚刚我们就讲 然后有罪 律法 这个 肉体 还有一个 这个 我得的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第一个是我们的旧人 我们旧人也同定十字架了 这就是 那么这些 十字架 所有在基督中的作为 都在这里了 然后毕小点 神借着十字架 管理万有 并借着十字架 对付万有 你看他这个 对 神就了和平 叫万有 万有都与自己和好聊 那最后他就对付了 将执政党群的脱下 让十字架在凯旋中 向他夸胜 这都是这个 神是借着十字架 来管理万有 并借着十字架 对付万有 然后那个第二小点 我们请姊妹 来读一下 十字架是一切属灵的经历 都开始于十字架 所以这个保罗的经历 就是这样子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就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 就是这十字架 这一切属灵 这是对于 这是我们这一面 刚刚的神的经历 是神的那一面 我们若没有每天 经历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现这个繁祭 我们是没有办法 有任何属灵的经历 一切属灵 都开始于十字架 因为这个十字架 就帮我们带到这个 经过这个水 帮我们带到火火里面 所以这个十字架 实在太重要了 十字架是刚刚讲 它是神经人中 作为的中心 而且它可以管理万有 对付万有 所以我们要在属灵上长进 就需要天天经历 这个十字架 我们要背 跟从它 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好 这个是需要先天的 不是这 而为一致 所以我们若要有正确的 少会生活 就需要经历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 已经废掉了一些 刚刚讲的律法 这些仇恨 那我们可以与神合法 那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 就成为一无所事 一无所有 一无所能 否则我们的所事 所有所能 都会成为基督的代替 这是一个非常 他知道我们小心了 我们在这边 这个 保罗讲 我们所传的 这就传基督 给他的十字架 你看他连这边传福音 给基督的十字架 完全是连结在一起的 十字架 得救的人 却为神的大能 在这灭亡的违作 就是当初这个 这个仪泰人 西地尼人 他们求智慧 求神迹 但是呢 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在神 却为神的大能 但是我们传的是 传什么 定十字架的基督啊 太宝贝了 这就是 这个第一大点 重点的地方 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到第二大 第二大点是讲到 这个 传基的意义 传基是表生 基督是绝对 为着神的满足 那刚刚我们讲到 他这边还有很多过程啊 就讲到这个基督 这个 这个甜美的人性 他的地质 耶稣 他所过的这一切的生活啊 都是绝对为着神的 为着负责之义 完全没有 为着自己的 任何的利益 这个 把这时时刻刻 都是在这个 与神示异 接着祷告 完全 都为着自己 完全是为着 神 而活的一个生活 基督在地上的生活 就是一个 繁记的生活啊 所以第一小点 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繁记 是预表基督 做神的喜悦和满足 那繁记预表基督 不仅在于 他过一种 完全绝对 为着神的生活呢 也在于他是 神指明 能过这一样 这种生活的生命 你看 这个很重要 有一种生活 我们不但是 过一个绝对 为着神的生活啊 我们还有一个 生活 这个里面有一个 生命 完全是在于 这位基督啊 今天我们得着 这位基督啊 我们是与他 有他的生命 而且是与他 一同来活 活什么 活一种 完全 且绝对 为着神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是在 这个基督的生活 就成为我们的 一个翻版 所以 繁记是基督自己 而我们与他 是一 因此 繁记 也是我们 与他 是一 这边就是 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 成为一灵 等一下会讲 我们要 按守在那个 那个 那个基督身上 就是与他 是一 等一下会讲 那第二重点 来我们一起 读一下好了 繁记 乃是神的食物 可以享受 并得着满足 好了 刚刚我们讲过了 这个圣公物 是先给我做 雨爽的香气 是火祭的食物 这个东西 我们很少注意到 繁记 还可以成为 神的食物 使神可以享受 并得到满足 我们第一小点 虽然神是全能的 但他无法给自己 东西吃 他的食物 必须来自 他的子民 基督是神的食物 但他不是直接 做神的食物 反之 基督是由我们 不是给神做食物的 所以今天神啊 借着这个我们 得着基督 做我们真正的繁记 与我们 我们与基督是一样 那这个 我们所献上的 这个繁记 其实就是基督自己了 就等于是可以让神 来得着享受 并得着满足 这才真正这个繁记 真实的 用献繁记的 真实的意义 阿们 好 我就将会到这里 接下来请 陈虎刚弟兄 接续交通 后半段 阿们 阿们 接一下我的screen 好 谢谢周弟兄 刚才的交通啊 带我们进入一些 重要的点 那我愿意在这边的 重新强调一下 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建造圣殿之前呢 就必须建造祭坛 并且在上面 我们要献这个繁记 那个就是说呢 建造招会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要有繁记的 这个实际 这个是神的命定 的建造的步骤 那如果说我们在所在地的招会 的建造光景 不是非常符合我们的理想 那么或许我们就应该回头来 检视一下 我们的谈是否建造的正确 那是否信徒们都有真正的繁记的经历 这个就是正确的建造 招会的关键 所以建造 招会之前 必须先有繁记的实际 那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点呢 就是 祭坛是表征 基督的十字架 那十字架 事实上只有一个功用了 那就是要杀死 没有是经过十字架 而不被杀死的 所以刚母连说的非常好 一切属灵的经历 都开始于十字架 换句话说 一切属灵的经历 都开始于死 但是死并不是 十字架的一个终点 那个死呢 是可以带进神生命的涌流的 这个诗歌464所说 那边提到说 唯有死能使生命长成 不死就不生 我再重复一遍 唯有死能够使生命长成 不死就不生 所以维俗说 一粒麦子若不若在地里死了 就结不出许多子利来 但是若是死了 就能够结出许多子利来 这个十字架表征呢 是一个死 但是它会带进生命 从表面上看来 实际上是一个死门 但实际上是一个生门 实际上就是我们过正确 召会生活的一个秘诀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到 第二大典的第三终点 我们起念一下好了 我查了一下原文 这个西伯兰文这个 繁迹叫做Alo Alo的意思呢 原文的字根 是表示台阶 或者是楼梯 所以引申出来的意思 就是上升 变成上升的 这个 是我们可以想到 这个主耶稣 就是那个天梯 他把地连于天 把天连于地 把人连于神 把神连于人 主耶稣就是那个 死者可以上去下来 在他上面的 这个人子 那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这个上升是指的是基督 我们 当我们现凡祭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就是 有个上升 这个上升只有基督 能够上升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繁迹的真正意义 就是把基督献上 只有他能够升到神面前 同时呢 也能够把我们一起 在他里面 升到神面前 那第一个小点 我要念好了 唯一能够从地上 升到神那里的 那是基督所过的 因为他是唯一 绝对为了神而活的人 而活的人 好 这个是在 约翰6章38节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 而是要行 猜我来者的意思 所以基督是 绝对为了神 他是没有自己的意思的 虽然他 可能有自己的意思 但是他不要行自己的意思 那是那行 那猜我来者的意思 所以他是一个 绝对为了神而活的人 这就是繁迹的意义 是绝对为了神而活 什么时候你绝对为了神而活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就是献上繁迹 好 A小点 我念一下就好了 基督做我们的繁迹 是完全绝对为了神的 这个经节里面 可以看见 这边西伯来书说 祭物和贡物 繁迹和赎罪迹 都是你所不愿意的 也不喜悦的 但是下面一节 马上就说了 看了我来了 是要施行你的旨意 所以保罗就给一个结论说 可见他除去那先有的 会要定立那后来的 几乎公务都已经被除去 那是先有的 那是后来的才是重要的 后来是什么呢 就是要实行神的旨意 所以基督是后来的 他就是要实行神的旨意 那这个就是绝对完全为了神 好 第一小点 那我来念 凡主耶稣所试的 所说的 所做的 都是绝对的为了神的 我们看一下经节 这边讲到说 我来不是要行自己意思 乃是要行 那猜我来者意思 我们刚才念过了 然后这边也说 我也知道 我不是从自己做什么 我说这些话 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主耶稣从自己 没有自己意思 也不从自己做什么 也不说自己的话 都是父告诉他的 所以说 他的 我在我父名里所行的事情 是为我做见证的 他所做的 都是父教他做的 他所行出来的 都是父教他行的 那还有这个是 父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也不是他自己要讲的 乃是父教他讲的 父在他里面讲的 那父怎样告诉我 我就照样讲 所以看见 主耶稣所试的 所说的 所做的 都是绝对的为了神的 一点没有他自己的意思 好 第二个小点 我们请见一下 所以在立位记里面就说 暗手在凡几身上头上 凡几身便蒙悦纳 为他责罪 那心悦里面就是说 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所以暗手就是联合的意思 暗手不是代替 是联合 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 我们就是 暗手在凡几身头上 那这个联合是 我们就与他成为一 所以第三小点 我念一下 基督活在我里面 就在我们里面 重复他在地上 所过的生活 就是凡几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一灵的时候 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 这个在加拿大二章二十节 讲得非常清楚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我 我现在如今在肉身里面 所活的生命呢 是我在神的儿子的信里 与他连结所活的 所以这是一个连结的生活 按手的连结 我们与他连结 就是让他在我们里面 活着 然后并且在我们里面 推动我们过生活 这个就是 重复他在地上 所过生活 就是凡几的生活 只有他是绝对为了神的 如果我们 是要绝对为了神 只有他在我们里面活着才行 他如果不在我们里面活着 我们就不能过绝对 为了神的生活 好 那第四个重点 我们请念一下 凡几十二的时候 就有香气往上升 这个是神所悦纳的 这个以爽香气 原文就是安息 或者满足的香气 换句话说 这个香气是为了神的安息 为了神的满足 那么 一爽的香气 就是一种带来满足 平安与安息的香气 那这样一种一爽的香气 对神来是一种享受 所以基督成为这个凡击 就是要来满足神 因为只有在他里面 他才有这个 他才能有这个平安 有这个安息 所以 因着基督 过绝对使神满足的生活 他的生活是一爽的香气 是生到神面前 使神喜乐 并满足的 心香之气 所以如果你有基督的话 你就能够使神满足 因为基督所产生的香气 就是使神满足的 那在新约里面 我看到一个例子 也是产生一爽香气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她是 她也是绝对爱主的 绝对为主的 所以当她打破 那个珍拿大香膏 那个玉瓶的时候呢 这个屋里面就充满了香气 我看见 她是一个绝对 全心全力全魂全心师 爱主的人 她能够产生一爽香气 因为她是 女主是 她也是那个繁迹 她这个繁迹呢 就产生了非常高的香气 那我们在招会里面 我们需要都成为像玛利亚这样子的人 那我们就会 处处都有这个 新香之气 在这个屋子里面 所以绝对爱的神 就是产生香气的一个条件 那第三个大解 我们请念一下 所以表明说 繁迹是最重要 是起初的 其他的赎罪祭 赎奸奸奸奸 事实上是为我们罪 但是不是为了神 这个繁迹 只有繁迹是完完全全为了神的 我们刚才说 绝对的为了神的 就是繁迹 第一个 我们就一起念一下 我们守着天主要基督过犯地 为了神面 在神面前的 第一种 第一个问题 是不为了神 不为了神 说我们不为了神 有点那个 怎么说 不符合真实的定义 我们都说 少少都是为了神的 但是我们不是完全为了神的 问题在这里 不是完全为了神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 就是需要繁迹来解决 这个神创造我们 要我们做他的彰显 并代表 这在创世级面 就告诉我们了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 按着他的样子造的 所以我们需要来彰显神 并且代表神 那神创造我们 是要我们为了他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多人为自己活 并没有为他活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 我们有一些为了他 但不是完全为了他 有时候我们就为了我们自己 这是我们多人的天性 没有为他活 这个繁迹是 跟这个相反 就是完全为了他活 那这个我来念 繁迹的意思是 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 为着彰显并代表他 不该为了神以外的事物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需要全心全魂 全心思并全力 爱住我们的神 因为这个才是得神喜悦的 这才是能够彰显他并且代表他的 当我们像爱主的时候 我们就被神充满 被主来充满 我们就不会顾到神以外的事物 我们就绝对为了神 第三个 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没有绝对为了神 并且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无法绝对 因此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我们的繁迹 这个 我们知道繁迹第一个要先杀死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所事 所有所作所能都放在这个祭坛上面 就是杀死的意思 我们就变成一无所有 一无所能 一无所作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与基督联合 那在他里面 我们就献上繁迹 我们献上是基督自己 但是因为我们与他联合为一 所以我们也成为这个繁迹的一部分 在这里一起向这个父神献上 所以我们里面是无法绝对的 但是有一个绕过去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要与基督按手 再联合是一 那我们就能够先以基督做我们的反击 好 这个第一四个大解 我们请念一下 过朝时 和断之反击的生活 不是成为活祭 这个罗马书说得非常清楚 所以第一 先问我切的神 每个人去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圣别并讨成喜悦的活祭 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 所以我们要过反击的生活 就必须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就是将我们整个的所是所有所能 统统献上 这个是靠着神的连续 如果说不是靠着神的连续 我们都做不到 这个是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 在就业时候 祭祭都是被杀死的 那是死祭 但是在心愿里面 我们是经过支架 但是我们又活了 所以这个是活祭 活祭英文叫做Living Sacrifice 那Living是活的意思 但也有生活的意思 换句话说 我们的生活必须是一个反击 我们怎么样生活呢 就是完全绝对的为着主的生活 这个就是反击的生活 这个反击的生活 就是我们什么 合理的侍奉 不是不合理的 是合理的侍奉 神是期待你这么做的 我们有基督也能够做到 这是我们合理的侍奉 好 我们第一个终点 小点 终点我们一起念一下 反击 我们的奉献 也就是把自己做给 活祭 奉献的意义 就是把自己做活祭 奉献意义 这个我们知道奉献最重要 因为 尼托森弟兄曾经说过 一人的一生当中 有两个最重要的日子 一个就是你得救 收尽的日子 另外一个日子就是你奉献的日子 你什么时候收尽得救 你可以记得当时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奉献自己 你会记得当时的情况 就像人在这婚礼的时候 你一定会记得婚礼当时的情况 如果你不记得 或者不清楚 婚礼当时的情况 你可能还没有结婚 所以我们有没有奉献 真实的奉献 就看我们记不记得 我们奉献的时候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如果你真的有的话 不会不记得的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那么你需要奉献 有一个在主面前 真实的奉献 把自己献给神 这个当作活祭 那这个人一生当中 只有这样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好 在第二个钟情 读一下 在旧约里面 你每日献的房祭 表在新约里 我们书神应当每日 将每日献给神 那个旧约里面 我们看见献祭的时候 是早晨献一支 防昏的时候献一支 所以一天是两次 那么献祭的时候呢 这是新乡的火器 同时呢 要献什么 新面的依法的十分之一 并导致的有一心的十分之一 这个调和作为数纪 那不但是如此呢 还要什么 重现奠献的九一心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知道 凡祭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凡祭是跟数纪 跟奠献是一起献的 所以数纪表征什么 基督的人性 奠献表征什么 你这个性命 保罗在这个 心愿里讲得非常清楚 他愿意交电在这个 以佛所生主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见 你需要有数纪 也有电纪 跟这个凡祭一起献 好 那这个 预表什么呢 预表我们属神的人 应当每日将自己献给神 不但是每日 并且是每时 我们看在下一个 今天 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常时不断的 常时不断的 凡祭 经常经历 因为这边说什么呢 坛上的火要在一直烧着 不可熄灭 火要在坛上一直烧着 不可熄灭 这不可熄灭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每时 不断的献凡祭 不但是早上 不但是晚上 不但是你在成心的时候 不但是在晚岛的时候 更是在中间 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你都需要献凡祭 你要随时的联与祖 随时的把自己的生活 做一个绝对向着神的生活 好 第五个大点 我们讲好了 我们这个第四个大点 这个非常重要 要过常时不断的 凡祭的生活 成为活迹 我们一起在 用30秒时间讲说一下 自己献给神 今天在我们的经历 生活中 需要长期 尝试 尝试 满祭 阿们 那第五个大点 我们请念一下 我们需要 父神的愿望 就是要我们 要以基督做凡祭 敬拜神 这个神 神要我们 以基督做一切 基督的实际来敬拜祂 基督乃是为了讨神 喜悦 并使祂快乐 这我们都知道 正确的敬拜 乃是以基督为凡祭 而满足神 这边告诉我们 就是说 主耶稣说 我的实物 就是实际上 拆我来之 做成祂的功 这个是基督 满足神的方式 那我们也是 也应该像祂一样 不寻找自己的事 就要拆我来之 的意思 当我们以基督 作为凡祭 敬拜 父的时候 一种神喜悦的香气 就会上升到神 那里使祂满足 就是这个神的实物 借着我们能够献上 就是神满足了 那神经营 那献给祂做凡祭 这实际的基督 都要满足 就让祂甜美的悦纳 赐给我们 这就是凡祭的意义 他甜美的悦纳 就是祂的自己 当祂接受这个凡祭的时候 祂就会 奔持祂自己 到我们里面 这就是甜美的悦纳 神那里使祂满足 神祭 我们就 我就讲到这边 接下来两位弟兄 给我们来做加强 赐给我们 感谢主 谢谢两位弟兄的带领和分享 这篇信息 就是讲到两件事情 一个是建造坛 一个是建团祭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归陪到耶路撒冷 在重建圣殿之前 是先重建神的坛 并在坛上向耶和华献 樊祭 我们都知道 樊祭是为了神的满足 这说明先建造神的坛 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一般被神拣选 并解除 而成为神的重子 我们就已经从世界分别 并归合了这个一的立场上 所以我们也就该为在这一件事 就是建造神的垫 也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但是在做这个建造之前 我们就是需要先恢复祭坛 现今这个樊祭坛 就预表基督的十字架 我们要过照会生活 也要先把这一切摆在坛上 在坛上解决的是我们的己和天然 坛也是我们复活的地方 就是释放生命的地方 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被了结 只有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 才能与基督联合为一 所以经历十字架 是我们所有这个 属灵经历的基础和立场 所以一切属灵的经历 都属于这个十字架的经历 以色列人建造祭坛之后 就向耶和华献凡祭 现今基督是凡祭的实际 不仅在于他是过一种完全 且绝对为了神的生活 更在于他是使神子民 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借着按手在做 凡祭的基督身上 我们就与他有生机的连结 我们经历并享受基督 去做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能奉献自己给神 使他能在我们身上 为着我们的益处做一切事 借着这样的奉献 我们就对基督的经历 就会有一种进展 我们经历他做凡祭 那就是他从小到大 就是有这个增长 就像这个凡祭里面 从斑鸠到竹鸽 到绵羊到山羊 之中到公牛 所以我们越多接受基督 在他各样的经历中经历他 我们就对他的增赏 就越过越增长 我们对他的经历 也越过越来越过越丰富 所以我们在造会生活里面 也都能有这样的经历和应用 我们奉献自己 将我们当作圣别 并考生喜悦的活迹 就比如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 像我自己这个两年前 因着工作来到北加州 所以在这边继续过造会生活 就感觉北加州的造会生活 非常的丰富 每天都有聚会 但是由于我刚到这边工作 可以做一些新的研发项目 所以压力很大 感觉时间不够用 总感觉好像在聚会时间 和我的这个什么有冲突 但是感谢主 让我们真实经历这个基督的 这个十字架 能够对付我们自己 所以每天的聚会 这个和读经都没有影响工作 反而使自己能够得着加力 使我这个行为有力 行路有光亮 其实我们每天 少花20分钟的手机 用来聚会和弟兄姊妹 一起生命读经 一起诚心 我们就会借着 主的活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加多 天天过与主连结的生活 我们就越愿意留在这个 照会生活里面 和弟兄姊妹一起建造 更愿意更新奉献自己 所以是愿这个祭坛的火 在我们里面一直烧着 弟兄姊妹借着过这个 祭坛县繁祭的生活 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 感谢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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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来加强一下 这周是主要讲的是在巴比伦 归回 以色列人在巴比伦 归回美帝之后 在我们这个建造圣殿之前 首先呢 就是要建这个凡祭坛 这说明就是 我们在建造基督的身体 建造造会之前 这个我们就所有的人 就得被对付 所以看见这个凡祭坛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凡祭坛 它表真的是基督是 绝对的为主神的满足 所以这个凡祭是神的食物 使这个神可以享受 并得到满足 我在这里重点要交强的 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我们 这个一切的所有所事 所能的都是得放在坛上 使神得到满足 这里所说的是 我们把我们的一切 多的给献上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 这个十八章十八节 到这个二十五节说 他说有一个官员 这个问耶稣说 这个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 这个主耶稣就说 贱命你是懂小的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掏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然后那人说 这一切我都从小都遵守了 这个耶稣听见了 就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就是遍卖你的一切 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这人就听见了 就甚忧愁 因为他极其富有 所以在耶稣的话 就看到他忧愁的话 就说有钱财的人 要进入神的国 是何等的男 若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跟从祖 是不是要像这个财主 财主一样 还有所保留呢 要进神的国不容易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 这个一切都放在这个祭坛上 亚伯来汉 可以把他的独生子 以撒给献上 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我们要是不能把我们 最宝贝的可以献给神 我们就不能 把我们这个最宝贝的 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 时间金钱生命给献上的话 这些东西就会成为 这个基督的一个替代 在旧业里的话 我们每日献的这个凡祭啊 这个凡祭坛的火 是不可熄灭的 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是 每日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 所以说我们每次的诚心 也是在献凡祭 我们的祷告祭会啊 也是在献凡祭 我们每周的生命赌经 也是在献凡祭 小白祭会 主如聚会 我们都是在献凡祭 我们需要这样 每日的这个献凡祭 但是的话 就是我们是需要 把我们最好的给献上 我们每一次聚会啊 我们都需要说 我们把把我们 最好的状态给献上 因为凡祭是最好的 是没有瑕疵的这些牛羊 所以说我们每次聚会 都应该是有所预备 把我们给完全摆上 马太福音这个十八章二十二节 还说的这个后面一句话 也很也很重要哈 就是说 耶稣说你变卖一切所有给穷人 分给穷人 你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所以说我们 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财宝 放在天上 还是在地上 所以说我们不要为自己 集聚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柱 秀是也有贼挖洞 但是的话 在天上的话 没有虫柱 秀是也没有贼挖洞 阿们 所以说我们需要 都是每天都一个 献凡祭的生活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最后有点祷告 我们就结束了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谢谢